阿弥陀佛 你阿弥陀佛了 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得阿弥陀佛 为神价值 我们学这部经就容易懂 就容易欺辱 就这么个道理 那么佛要讲这部经 或者我们发现 为大众来讲一部这个经 你怎么样 你要念阿弥陀佛 得阿弥陀佛价值 你看 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 放光鲜锐 念阿弥陀佛价值 他才能讲得这么好 如果不得佛价值不行啊 这一定要知道 要谦虚 要恭敬 印族讲得好 一份沉浸 就真诚恭敬 在一份礼 你听到读到能入一份 你有十分真诚恭敬 那你能得十分 那你要是有万分 真诚恭敬 你就得万分 你能得多少 完全看你的真诚恭敬 有多少分 一点都不错啊 没有真诚恭敬 阿弥陀佛价给你讲 你也听不通 你也不得理 那么我们知道 在现前这个时代 讲这不经 人不懂 听这不经 真正听懂的人 也不懂 那什么原因 现在人喜欢怀疑 现代人不老实 总要在经文里 挑出一点毛病出来 鸡蛋里头就挑骨头 他有这么一个反常的心理 所以 恋结如来真是意 就难了 他不知道 一切众生 恋服本来是一体 同心同德了 同怨同心 他不知道 所以 得一 就不妥了 那么最大的利益 他得什么 阿赖耶什里头 有一个阿弥陀佛的种子 有一个净土 极乐世界的种子 这个种子 是金刚种子 永远不灭 那来生后世 再遇到了 他会欢喜这个法 得福利加持 他要是真正 幸运 知名 那他就成就了 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 欢喜 接受 不怀疑 老师念佛 什么人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终枝山根 这一次 这一次才成熟了 那这一次没成熟呢 不要紧 再继续加一位一点 来世成熟 成熟 从而言之 公布唐协 他是真持的利益 不管有没有根性 遇到都好 都非常值得赞叹 啊 值得欢喜 请不吝点赞叹 请不吝点赞叹